如果你是刚开始养海水鱼 可能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鱼缸里面怎么会有一些红色的东西 我的鱼缸因为换了很一般的消化菌 再加上喂食没有间断 就影响了水质 慢慢就出现一些感觉像是红色的检 它叫做红泥检 通常比较常发生在半年到一年的新缸 但是它不是检 而是不好的菌 如果没有及时处理 慢慢整缸都会像这个样子 活食上 底纱上 玻璃上 全部都是 更严重的时候 有时候连有骨骼的珊瑚 也都会布满 然后珊瑚就死了 红泥检是细菌 不可能完全处理掉 所以要从维护钢子环境做起 只要能压制这种菌的数量到极低 无法形成菌膜就可以了 预防的方法可以从几个地方着手 第一个就是减少喂食 如果你的鱼口不多 改成两天或三天喂一次就可以了 不用担心鱼会饿死 第二就是简短光照时间 通常很多人因为上班 就是为了配合观赏时间 把光照的时间调到很长 所以尽量缩短光照的时间 到八个小时之内会比较好 我试过只要超过八个小时 红泥检在最后几个小时 就可以看到开始变得鲜红色 感觉好像活得很开心 第三就是可以放一些活性碳 因为有可能是缸内的物理过滤不足 用活性碳来吸附一些有机盐 来改善 另外有一种也是红色的枣类 它叫做钙枣 但是它跟红泥检相比 是比较无害的 如果鱼缸里面有少许的钙枣 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如果整缸都有 活石上、玻璃上、底缸上 长得满满的钙枣 那就不对了 要稳住钙枣的大量繁殖 可以用寄居蟹或者是海胆来帮忙清除 因为有生物在爬行 会让钙枣不容易长上去 我的钙盖枣不多 大部分都是寄居蟹 比较不会去的地方才有 常常有一些新路钙的朋友会问 我的鱼缸里面也有红色的枣像 那个是红泥检还是钙枣呢 下面就简单的解说一下怎么样分辨 如果是红泥检 颜色比较鲜红 你用刷子就可以轻易的刷掉 但是记得 不能直接就刷在鱼缸里面 要用红吸的方式 一边刷一边吸出来 刚开始发现有菌膜的时候 就尽快处理 不要等蔓延开了就来不及了 如果是盖枣颜色比较粉红 你用刷子是刷不掉的 后来我把红泥检刷掉之后 再配合减少喂食 减短光照 放了活性碳 现在红泥检就不像以前 但是像叫鱼更小 ted 鱼筝